是热肥 是热马达 是热马达 好,我们进入新的章节 我们来聊一下天气 到底天气跟我们是什么样的关系 为什么会有这些天气的电话 我们看一下课本 因为神吹了一口气 里面有下射的课本 那我们拿一个下射课本 第3章 这边 很好 因为神吹了一口气 为什么会有风 那这块气压的不一样 第3章 我很运行 有运行 那他会从低气压 那他就跑向低气压 那假设飞机 好啦,飞到... 破掉了 那东西会往外飞 往外飞 你都怎么破掉 飞机飞到老虎 然后冲物爆掉了 那他会往外飞啊 为什么 因为电影都脏牙 而且昌内跟汤外的气压不一样 汤外的气压比较稀薄 然后汤内的气压比较稀薄 然后汤内的气压比较稀薄 请告诉我 不要放上去 放羊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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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来 我们大气的组成 大气中的气体 就要哪些 氧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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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都有的 对 产气有吗 一定都有 氧气有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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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看我问了三次 多多少少都有 我问了三次 我那天才知道 原来氧气是重要资源 像很多人把氧气拿去比较 气球 吹气球 你看氧气在哪里 氧气在哪里 氧气在哪里找不到 它可以少 氧气可以撞 不行不行 氧气 氧气不能撞 氧气是剁星气里 剁星气 氧气呢 现在地球上的运藏量是有限的 而且它只要跑出来之后 你皮肉气有 破掉 太近 跑掉 它会飞到 它会散到太空中去 因为它太近了 太近了 太近之后呢 它就 它就会离开 圈子 它就飘到 大地球的最外围 刚刚一个最外围 那地球在跑 那它就不见了 它就死掉 你抓到 我去把地球的大气收集起来 就可以把氧气再体验出来 没有办法 地球的空气找不到氧气 诶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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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诶 诶 诶 氧气主要是存在哪里 氧气主要存在 通常来讲 就是我们挖到放生性元素 挖到幼儿参谶 挖到一些 特殊的放生性元素 那这个放生性元素 搞出中止 对不对 它会造成核分裂 核分裂的过程当中 不小心就很产生出氧气 它氧气就运常在这个 这个矿区里面 可容积虑 积虑 积虑 它运常在矿区里面 所以 通常从里面去 去抽取出来 那氧气非常有用啊 你看在做氧 很多时候需要用氧气来做 做降温 或做主角效果 或做低温 像什么 我们要做红外线的热降仪 这些都需要氧气 可是氧气有多 就拿去做游戏 做玩具 就不见了 就不见了 所以现在有一些 可以在鼓吹 希望大家珍惜氧气 氧气不要拿去玩 氧气要收藏起来 要做一个集中的仓库 把它保存起来 不要再拿去玩 比如它氧气有滑软 然后它还能拿到 慢慢就不见了 比如它手滑软 目前我们知道 都拿去玩 它像科学又普遍 刚不讲 像做热降 它很多时候需要派气 可是我们就把它拿去玩 太飘了再死 我们不要思考 另外一个 那很慢 空间所放 那你真的 好几年 我们就花出来 这一两百年 这辈子碰不到 哪里在病毒呢 嗯嗯嗯嗯 有难讲啊 它没有买在肚里面 我只见了 为什么 它没有买在肚里面 所以我们就不见了 我只见了 为什么我想要死 你很知识 所以科学家鼓吹说 我们尽量不要把那个害 再拿去玩 尽量收藏起来 你拿去玩 它就没有害了 以后就没有害了 可以用多少年啊 好 可以用多少 不知道 现在的事 游乐园 然后他们就是 限定有几个小孩进去 然后就知道 气球泡了 然后他们就封闭 然后先把那些害 收集起来 然后再让那些小孩又滚 可能吗 可能 不可能啦 至少可以保住 那个一点点 你要太蠢了 你一抱 它就飞走了 那你怎么保空起来 那就是整个游乐园的上面 你就有可能脏下盖吗 有可能脏下盖吗 有可能脏下盖吗 你光是巨弹就盖不起来 盖的盒盖起来吗 什么巨弹啊 那不是同样的东西 那是塞毫 你都搞出来 一个推到 一个打扯 刚刚是有打扯 你也很激过的 对 那你说 那你说 所以他有一天他放 都存在自然中 自然界的统地 我刚才讲 放热性的放出 可是不是核 核荣荷有吗 好关键 我们现在到处有核荣荷吗 我们现在全球也没几个地方在做核荣荷 这样 当然核荣荷的宿长湖 核荣荷的宿长湖有可能有害气 但是核荣荷毕竟很少 那你不能说 为了我的小孩要玩气球 所以我们都在做核荣荷的环荷 可是核荷荷也被发电了 就目前很难 目前还没有到上面的程度 核荷荷它不是 不会造成核荷荷的 会 会 会变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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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变化 因为只要是核荷荷 它都找到有一些 因为它很像核反应的 你还是要局限在一个小范围 因为核反应的意思是 你把渊质荷做突破 做打破 打破的 多少都会建设出一些 建设出一些中指指 这些东西出来 你建设出来 这些东西对我们来讲 是很伤害性的 因为它能量很强 所以它还在局限在一个小范围里 在执行 因为我照顺眼 因为走进不去 然后这边有运作 谢谢 我们来看一下 大气的结构 我们刚刚讲 当然有两些气体 个本上都有写 所以就参考一下 我们刚刚讲过的氧气 有氮气 这是木层最大宗的 氧气在占百分之多 最大宗的 氧气在占百分之多 百分之十一 百分之十一 对 氮气占多少 七十七十八 那剩下百分之一 才其他东西 二氧化炭 二氧化炭 氧气 还有水气 水气 所以在整个地球的表面 有很多的 没有派气 很多的水气 这是为什么 你在讲 像我们讲很多 很多也占得到 占不到百分之一 占不到百分之一 但占不到百分之一 照我们地球上 我们人类 就有很多的问题 天然灾害 比如这样海风天 比如这样下大雨 蚝雨 蚝雨成灾 或者是没有水的时候 变得痛苦 太大了 这就是我们天然灾害 下面就来研究这些东西 首先看看大气的垂直结构 有哪些东西 有分是哪几层 四层 哪四层 对流层 平流层 中气层 中气层 深温层 那温度的变化不太一样 对流层来讲 越高越热 然后接下来是对流层 对流层是越高越热 中气层 平流层 平流层越高越热 然后接下来是中气层 中气层越高越热 然后接下来是最高那一层 增温层 增温层越高越热 反正是变来变去 它有分三层 对对对 客本层有 你不就去洗 有 但是我都忘记了 好 在增温层那边 气温最高到几度 100度 100度 120度 可是你在那个温度 在那个地方 就像有些太空 那个太空船 或者是那个太空站 他在这个范围 行径 在那边运动 那他不就觉得很热吗 是这样的吗 他很热 会吗 会很热 会很热 为什么会很热 心体 毕竹 啊 心体毕竹 那小鱼太勺 我没有要约到这边 没有放过去的 没关系 那我们现在讲 你就稍微听一下 他气体的密度 每个气体的电子 虽然是120度 可是偶尔再碰上来一次 密度非常低 他密度低到 可能只有我们大 我们在地球表面的密度 大概是一万分低以下 万分低以下 现在密度非常非常非常低 好 那这大概是我们介绍一下 那我们在讲说气候环境 大部分分布在哪边 都是哪一层的影响 对流层 都是对流层 对流层是我们主要 气候变化的影响的区域 对流层 对流层有多厚 12 12公里左右 12公里左右 那12公里 我们想看 我们之前讲过了 如果这是地球大小 海的深度有多深 海有那么深 海大概是10公里 10 那地球不要一单 10公里 那我们上次 对 马里亚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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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个 我们都能 好 这个地球 如果是我们的地球 如果这么小的话 那这个海的深度 我们讲 马里亚娜海峰 的深度 不过就是 我们现在算一下 那就两张 两张 两张尺 的深度 好 那大气的Po 差不多 两张尺 大概就这样 所以你想象一下 最高的深度 喜马拉的深度 喜马拉的深度 中央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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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是往下 深度 哇 他就是以 最低的那一倍来算 就是很怪 没有 中央奇没那么高 哇 中央奇 如果从全地 往上算 只有那么高 可是他用 他用 他用什么海沟 的那个深度 哪里就变得 对啊 他用什么海沟 那我们来看一下 所以这整个大气的结构 大家就知道 对流层 平流层 中气层 跟真温层 这几层 那我们如果说 像极光 极光大在哪一层 真温层 真温层 真温层有极光 最高那一层 所以极光事实上是很高的地方 那极光大多发生在哪里 北京在南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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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因为它是极光 所以它是极光 我都知道 我都把明天给人家赤道光 不知道放在赤道 我知道为什么 它是因为 这个 太阳的 什么 黑子 跑一跑 跑到地球 然后经过一个辐射带 然后 然后 诶 对 然后流进来到地球 然后跟地球的 地球里面的空气 还有 那个什么 碰撞 产生化学反应 就是跟地球空气里面的 全部碰撞 产生化学反应 但是因为它是 具有实力的 所以会聚集在 两头实力 最重要的地方 它被地球 它是因为它被地球 指掌实力 在地球的磁场影响没有错 地球的磁场影响没有错 地球磁场影响没有错 所以大部分会接近到地球表面 都是从南极北极 好 你看 我们这边有磁场 我们刚刚学过磁力反应 对不对 电子反应 这是磁场 磁场是四肢手指 这是电的流动方向 所以它受力运动 所以当我 当我一个粒子 带电粒子从宇宙中的带电粒子 经过 要经过地球的时候 这是北极 北极的磁力线往下走 所以是磁力线往下走 对 我的带电粒子经过的时候 它会怎么样 往后走 它受个力 往哪边 右 所以这个风 这个风就往右边走 就从你那一看还是右边没有错 从那一看左边 这风吹过来的时候 太阳风 或是宇宙设限粒子 过来的时候 它就走掉了 它不会接到地表 它不会接到地表 可是如果从那边下来的话 粒子从那边下来的时候 会不会受什么力 不受什么力 所以它就可以下来 所以它可以从南北极下来 从这边下来的 它就会偏走 会偏走 所以这边上 宇宙设限很少 我想一下完整的理论 它是带电粒子经过 它被地球磁场抓到 那有一些在比较上面的带电粒子 就变成磁场 带电粒子为什么被磁场抓到 因为 电跟磁好像有些关系 所以这边不太一样 我们不会去抓它 带电粒子不会抓它 被吸引 对 吸引是有可能 用地球有质量 带电粒子也是有质量 质量跟质量就会相似 这是重力的因素 不是因为带电 然后被磁场吸引 不是喔 但因为它带电 带电过来的时候 如果说这边有磁场 遇到磁场 对不对 我们是学过右手定者 磁场方向 电力方向 电流方向 受力方向 假如它带的是正电 过来 就会往这边走 它带的是负电过来 就会怎么样 往那边走 我们就要反过来 磁场这边就往那边走 对不对 所以说它会 从左右两侧走掉 左右两侧走掉 所以它基本上它不会直接 打到这个境 那如果从南北几下来呢 磁场的作用是这样的 为什么会遇到地球磁场 然后就粘在上面 它没有粘在上面 我干嘛在解释 没有粘在上面 它不是走掉了 怎么粘在上面 不是它变成浮测 但是它的大力是因为它 它就 它不过就是 沉着地球磁场 它就开始在那一层站 然后有一些 剩下的都进来 才变成测光 不是啊 不是啊 我现在刚刚在解释 没有 我们磁场没有吸引这些 带电粒子 没有 所以到底是怎么回去 我刚刚不在解释 它怎么 它怎么 它怎么飞过来的 飞过来 宇宙中有的 都带电粒子 然后飞就飞过来 它就飞过来 那地球质量不是 它这个地球质量是不是 对 质量跟质量就会互相吸引 这叫做 万有云密 不是吗 哦 我懂 所以它就往地球方向飞 它要飞进来的时候 遇到地球的磁场 所以它就飞不进来 它就被 往外就飞走了 就会绕出去 绕出去 绕出去 它从上面 来的 它从上面来的 它从哪边倒 可是它的 前场方向是向下的 这磁场没有像这样 这磁场是这样子出来的 这磁场是这样子 所以这磁场方向 跟它运动方向 是垂直方向 是平行方向 平行方向有受力 平行方向就不受力 所以这粒子 就可以掉到地球上面 地球 地球就可以掉到地球上面 所以掉进来的时候 它进来是真温层 真温层的空气非常稀薄 那是带电粒子 高能的带电粒子 它就让它解离 空气就会解离 空气一解离之后呢 就会发出光 像日光灯里面的光 为什么会发光 因为日光灯里面的气 已被解离 高电压之后给它解离 再回来 再还原的时候 就发出光 所以日光灯就会发光 所以奇光也是 基本上它不发光 它被解离 在还原的时候就发光 所以这个它越底部 我们俯度越高 什么 增温层 增温层怎么样 越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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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越高 有问题 没有 没有问题 好 那我们的错咬层都在哪里 错咬层都在哪里 错咬层都在哪里 平流层 平流层上面一点点 平流层下面一点点 对流层上面一点点 实际上臭氧层 对地球的影响很大 你知道吗 嗯 为什么 保护 保护谁 保护 保护生物 但是实际上对地球 没有什么影响 是对生物有影响的 我刚刚想看一下 所以我刚刚说 臭氧层对地球影响很大 实际上对地球影响很大 对地球上面的生物影响很大 而且呢 生物整个 生物的发展过程当中 当臭氧层慢慢变多的时候 才开始有陆上生物 在臭氧层没有形成之前 实际上地球没有陆上生物 为什么 因为会被踩 因为宇宙的世界太长 所有的世界进来的时候 它 水可以照给保护一些 对水可以保护一些 那臭氧层也可以保护 臭氧层没有形成之前 那它是白地有生物 水里有生物 水里有生物 但陆上生物没有 因为路上生物 比如我现在可能 一个浪打上来 海上的生物 打到路上就被 水退下去了 这 生物就被晒死了 哇 这根本就是生物浩子 所以它就被晒死了 所以它裹不下 可是当你臭氧层越来越多 越来越多 我的浪打上来 下去的时候 这有一些小生物就可以存活 它就残你那边 你还好吗 不好 不知道 是不是吃了缺点口水 可能吧 太可怕了 所以那个时候 那 他那圈的朋友不知道 他学了他自己的 他习惯吗 他全都要吃 所以他没有多 我手上就看到 吃一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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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所以路地上的时候 不是就过来 对路上慢慢的 他就像我们的型很保护了 他就会给产生 是啊 是啊 这过程还是没有错的 但是当串氧层没有形成的时候 他从 这些生物要进到陆地上来 他一上来就死掉了 就被塞死了 好吗 他没办法在路上发展 所以当串氧层形成保护的时候呢 我的路上生物就可以开始发展 没有啊 所以如果我今天把人类都开始往水里修 人类过一会就会变成水里生物 不会那么快 不会那么快 人类不会全部先淹死 会先全部淹死 然后才会 不要这样弄 不要这样弄 不是这样 他人类都全部淹死了 就这样弄 水里也弄 你当你这样想 假设你把所有的人都丢到海面去 所以有一个人 他本来潜在的经营里面 他可以在随便呼吸 他的头下 会耶 别人说不定嘛 都知道吗 你人知道没有这种经营吗 我都全世界几十一人口 你会把几十一人口 全部掉到海面去 说明真的有人存活啊 对不对 说不定嘛 好对 这样的经营就一定可以了 他的经营就会留下来 他的经营就会被留下来 所以他以后的人 就可以在随便生活 有生理生物 跑到路上生活 有啊 两棲类啊 之前原本没有两棲类 所以是慢慢氧化 就是 譬如我讲是这样 慢慢眼眶 慢慢眼眶 这些生物呢 这些生物呢 很多种 有一种突然被打上来的时候 大部分就死掉 因为它不会在路上呼吸 又死掉 可是有一种突然 诶 我身体面 其实我已经突变成某一种 细胞在里面 但是我自己也不知道 因为他随便生活 所以有一天我被浪 打到暗上去的时候呢 浪的 突然觉得我还是可以呼吸 那他跟谁吃饭 他还是可以到回来随便吃饭 他只在路上可以呼吸 他活下来 那他不能一走 其他同类 都在上面就死掉了 他只有他活下来 所以这种 反正他在下面欠钱 不反正他就倒在草上 类似这样 所以他就可以在岸边生活 你知道吗 他就慢慢习惯 我再随便可以活 我上来也可以呼吸 我再随便可以活 上来也可以呼吸 我就有多一个功能 其他同类 没有一个功能 就死掉了 所以我的基因就被保留了 对不对 那这种生物的细胞 基因被保留之后 他就可以开始繁衍 他的下一代 都具有这种基因 不是吗 就是演化 他就演化出 有这种生命 他就是两系列就出现了 那两系列在往下走 有一些 突然他跑到岸上太远 回不来 跑到岸上 就死掉了 可是如果说 每次都这样子 几只几只往外跑 突然有一只 他有一种 有一种基因 他出去可以在岸上 生活三天 会死掉 原来我可以不需要 回到水平去 我可以在岸上就好 所以他慢慢的 就会把基因再传下来 对不对 所以慢慢的 他就可以离开水平 你可以离开三天 你可以离开四天 你可以离开一个月 离开两个月 慢慢就被怒生 怒生了生物 是不是 就是演化 一代一代一代 隔了很久了 没办法 欸 修理 那我们来培养水生人 在岸上 怎么培养 就是 强迫他在岸上 把这四十一人口 全部赶到海底 我们要不然都是生活 在洋水里面 一定可以 一定可以 不然他在岸上 以前固定在水世界 妈妈 以前固定在水世界 他 吓我一跳 他想死我会 妈妈 你还想死我家族 两个人 是带气 好 那我们来看一下 再看一下 至少冰 我们在陆地上 生活 看到这个大气的面貌 最早看看就是什么 云 云怎么形成的 就是水真的花了 飘到空气 然后这时候呢 最重要 就是他 他上升的能量 跟电源产生有比评 然后他就 停在空 对 没有 他讲错了 等一下嘛 先 先听我讲 我现在在地上撒点水 好 快快 现在有水对不对 浪费水 好 这水呢 过一回它是不是会干掉 干掉是不是真的 没有看到云 有啊 我还讲 没有看到云 没有看到云 它是藏起零鸡 直到那里面 应该是藏起零鸡 你把整块水倒下来 那赵总解释 跟女客本上的理论来说呢 首先它在地板那边 有一环 有水气的空气 然后它往上飘 往上飘 这个时候它就散开了 然后散开的时候 它的温度就降低 温度降低的话 它的饱和度也就变低了 在饱和度变低的话 它的水分子就容易被砍到 然后这个时候它就变得太冷了 真的没有 是的 赵总解释大致上 类似的 可以加一点 要不要加一点 不能 没有 按照赵总的程度降 是这样子不错的 哈哈哈 变得罢子啊 好不好 我原谅 没有 他真的讲得不错啦 基本上我们的云 变成 我们这样水 在地上太深了 变成水气 水气看得见吗 看不见 水气看不见 如果我们这样不见的水就看不见 有心就看不见 就看不见 看人在喇 怪人是不是 看得见个头啊 我没清楚 我看不见的水 好 当他一直往上飘 往上飘 往上飘的时候呢 刚才赵总讲 为什么敢讲 你是讲的这边是重点 他说 一直往上飘的时候 是这样红字啊 为什么卡这个感觉 就是讲温度之间外见 上升 那事实上除了那个问题之外 还有另外一个问题 就是我们看对流层 没救了 对流层越高越来的温度会降低了 所以温度降低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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降低到一定的程度之后呢 空间中的饱和度 好 这饱和度是非常重要的 关键字啊 等一下有人可以解释的话 我可以加一点 赵总的解释了 好 等一下 饱和度降低 饱和度降低的结果呢 使得空间中的水分子 就不再是水性了 它就变成是冰 或变成是水滴 这水滴跟冰 飘浮在空中的时候 我们就看到它 三散发亮 这样没必要 OK 好 先看一下我们 冠元的小小实验 因为它打坐的摄影机 让摄影机看不到我 好 没有 太可惡了 没关系 没关系 没有 没有 没关系 没有 没有关系 我 没有关系 没有关系 哭声吼 自自有哭 呃 夹识探 你这是缺丁 不需要让下去 不用不用 我弄个夹影 可以夹影 大纜消息還會转头 好可怕 來 大家聽聽 小姐在這 我覺得這樣更危險 小姐在這 他這樣就不用捉了 真的人間兄弟 其實不是我的錯 幹 他會轉 我不要剪 好怕 我不要剪那個狂場 我不知道 找到 他飛不進來了 小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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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是 這樣子 但你飛一回 不是 這樣子那沒有 別人在夜天上 你們剛才有沒有看到 在那樣飛出去之前 像整個店鋪開車弄得比較大力嗎 沒有 那個時候他就在用力的情況 然後看到爬頭 我就拿一個衣服 很重的衣服 然後反正就要 那個 這個 素質性麵 然後 這個 你剛放一邊 這個很重的 對 對 那是一個人 然後 你剛剛常常講 我們都做這個實驗 都吃了 我不曉得 這超級難吃的 這老公買的 那就不要吃 我是老公 老公 老公出品 吃進去 看 我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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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邊 這邊科本上有個實驗 然後他叫造影實驗 造影DIY 他說 他說你把這個保衛塔 我現在的 設備 完成 上去 實驗 好 因為我上次做這個實驗 在這邊 老公出品 打氣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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把老公出品蓋子打開 蹦 那個 那個也有 那個我們在打空氣化的時候 打一打就蹦 會看到裡面有一陣煙 有沒有 你已經六天看過了 那陣煙就是雲 實際上就是雲的概念 因為他突然間 試壓的時候 他溫度會下降 下降的話 裡面的水汐就會凝結成水 凝結成水滴 消水滴 所以消水滴開在空中 你就看到他就像雲 會像雲 休伊 那油會蒸發 什麼 油 油讓他蒸發 他會變什麼 油霧啊 好噁心 油霧 超爽 好噁心 像你在這個 油會蒸發 油霧 點火會變各種火火 好 欸 我不是零嗎 好 我們來解釋一下 趙莊解釋一下保護度 休伊 來 解釋球 可以 保護度呢 保護的水氣啊 怎麼樣 說啊 說啊 我以為他要爬可好 哈哈 基本上面就是這樣 站起來啊 站起來啊 攝影機看看 看看你的前臉 站過去了 講一段時間了 對啦 就謝了 好 基本上他就是 呃 原本 原本有一塊 原本有一塊 空氣 然後那塊空氣 沒有水氣 但是 那時候 它的飽和度還沒到 所以 它水氣 那時候就不會 跟你們講 像 來個例子 來個比方 就是 假設我裡面有一杯水 然後 我在裡面夾了鹽巴 它 還沒到飽和度 還沒過飽和的時候 它就不會出現鹽巴 可是它過飽和的時候 它就會出現鹽巴 因為它已經不能再溶結了 所以 當今天空氣過飽和的時候 它不能再溶結 都會出現水氣 就是這樣子 哇 好煩喔 色度就是飽和度 我加一個大點 哇 色 色 彩色 你剛剛說什麼 剛剛誰問了什麼 我 色度就是飽和度 色度跟飽和度 但是 顏色的飽和度 跟這邊的飽和度不一樣 顏色的飽和度 它意思不一樣 好 先不要再用危機了 好 有聽懂它的意思嗎 有 其實它講的就是說 我們拿鹽巴跟水的關係 就像那一水跟空氣的關係 這空氣會溶結水喔 知道意思嗎 我們把水蒸發之後 你看水不見 水蒸發到空氣的東西 讓水分子 藏到空氣的分子裡面去 它藏進去了 所以它這樣溶結進去了 所以溶結進去之後 你就溶到水氣了 可是當這個水 這個空氣的溫度在改變 我們要嘛 這一杯水要溶鹽 我把溫度加高 我的溶結度增加對不對 我把溫度降低 我的溶結度降低 對不對 我把已經溶結了很多鹽的 把溫度下降的時候 它溶結度下降的時候 它會吸出來 同樣的空氣也是一樣 我空氣 進到低溫的去的時候 我的溶結度降低了 這些水就跑出來 跑出來變什麼 跑出來很多 如果溫度夠低 它跑出來就變冰塊 下雨 如果溫度不夠低 它跑出來就變水 那水太多就會下雨 沒有錯 就這樣 所以這是重點 都保護不住這個意思 可以讓它跑出來嗎 哇 你看 光是看出就看懂了 對吧 育息的效果這麼大 所以半生裡面育息 育息的就有這個效果 看出就 就這樣 一邊抓一邊拉上課 抓一邊拉上課 蛤 抓一邊拉上課 繼續上課 繼續 夾一下那個 好 濕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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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加半年 這是一個新興生態 我會慢慢拉緊 其實並沒有人聽得懂 假設它當下是一團空氣 它可以容30克的水 假設 好 然後你限到15克的水 在這一團中 它相對的程度就是二分之一 對 但是不會講二分之一 其實100 還要降50% 50% 這叫相對濕度 絕對濕度是 它在 就是可能 欸 是嗎 我閃開 喔 絕對是什麼 不要痛 不要痛我一點 這個好死喔 不要一點 扣一點 扣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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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是 呃 這裡面 假設有 100克的空氣 然後 這100克的空氣中有 10克的水 那 那 它的濕度是10% 我 絕對濕度不講它 喔 是 40 欸 什麼 什麼 意思一樣 很小 這部分我把它寫一下 好 絕對濕度 絕對濕度 像濕度這樣聽懂了吧 有 絕對濕度很簡單 就是說 這一團空氣上都要選擇 這樣 可是它會用什麼 會用 會用 公斤 重 對 然後這是 克 空氣 就是 一公斤重的空氣裡面有多少克的水 就這樣子 懂的意思嗎 那跟相對濕度有什麼差別 差別大概說 假設飽度很高的時候 我的絕對濕度可以很高 對 可是我告訴你 什麼 然後另外的濕度 對另外的濕度 那我如果告訴你 我現在空氣中的 絕對濕度是 每公斤的空氣裡面有一克的水 希望相對濕度是高還是低 不知道 不知道 要看你當時空氣的飽和度是多少 懂的意思嗎 因為空氣的飽和度 一公斤的空氣裡面 可以包含 三克的水而已 那我一克就是 百分之三十的濕度 對不對 如果這一公斤的空氣 在這個溫度之下 一公斤的空氣 只能含 1.1克的水 那我一克的水就是 相對濕度就是 相對濕度就是 它會不會變成什麼東西 它會不會變成飽和的標準 絕對濕度只是講空氣沒有過的 對 沒有錯 就這樣 好啦 我們罐员加一點 好不好 先吃很辛苦 我們現在加一點 再招一點 上次罐员已經有五點了 現在五點已經轉變大一點了 好 所以我會有100 對對對 可以10塊 對對對 我要吃麥當勞 現在剛好100啊 加一小點 真的喔 對 我算錯了嗎 我算錯了嗎 你算錯了嗎 我記得我 早就有 你剛剛是100點沒有錯 對 100點是剛好 現在加一小點 好 好 耶 我有18克 那我這樣的話 我可以吃 你可以吃 剛剛他才去幫你智障 哈哈哈 你可以吃幾個響 吃響 吃響有一身體健康 好啦 沒有人要吃 所以適度沒懂對不對 太難吃 那請問阿 什麼情況之下 你會覺得 快下雨 就是天氣眼影的時候 膝蓋痛的時候 哈哈哈哈 好嗎 通常膝蓋痛會跟 你痛瘋 都比較有關係 還是兩部都比較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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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包包吃太多 通常有時候你會覺得說 我看是悶啊 如果不看外面 假裝不知道外面聽怎麼樣 但我在教室裡面覺得很悶的時候 就是膝蓋悶悶的 覺得很悶的時候 你覺得好像感覺上 太強了 而且那種天氣 要下又不下 要下又不下 你會覺得越來越悶 很不舒服 為什麼悶呢 濕度高 濕度高 濕度高為什麼就會悶呢 因為保護度 它很接近 所以水平在你的肌膚上 那下你覺得膝蓋悶得 對 其實簡單來講 如果我身體的 就算有汗 一般來講我會覺得涼快 是因為我身體的汗 蒸發 蒸發 蒸發的時候它帶走熱質 會讓我涼快 可是我現在手上的汗 蒸發不了 蒸發不了 實際上你看我現在手是乾乾的對不對 如果你要顯眼鏡看的話 實際上我皮膚的 都會有小嘴滴喔 每個都一樣 像這種天氣之下 你會再散 因為那散熱是適宜在接近的 如果都會有小嘴滴 如果拿顯眼鏡看你皮膚表現 然後會看到小嘴滴 可是那小嘴滴 正常來講 它就會開始散熱 它蒸發 你就帶著熱 你會覺得舒服 可是天氣太熱了 那小嘴滴也不蒸發 你的熱就持續在你身體裡面 你就覺得很不舒服 就會冷冷就這樣 好 哪一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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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個電子能力 對啊 那個電子能力 看他的手 你可以拿來看 你可以拿來看 所以有時候洗完熱水爪 有沒有覺得身體怎麼擦都擦不乾 所以你一直流汗 你擦了什麼 一直流汗 沒有 沒有 是因為水蒸氣覆蓋身上 水蒸氣覆蓋身上也是一樣 也是 也是 好 好 所以這是我們想那個 水氣的影響 水氣的影響 幹嘛 你覺得不舒服 有水氣 等一下去告你 你要告他什麼 讓我覺得不舒服 好 可是修宇其實你 打球的時候也讓我很不舒服 是嗎 你都撞我撞很 真的啊 所以打球的時候你講一些怪怪的話 有嗎 對啊 有有有 像是 我哪有 假在上課不能講 不要不敢講話 我不是那樣子人 OK 真的嗎 打球講一些怪怪的話 好 好 問題喔 壓力過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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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因為溫度不同 只有溫度不同 只有溫度不同 溫度不同 風的吹動 是因為壓力的關係 沒有錯 地球旋轉 地球旋轉 另外不會這樣 可是那個有另外一種 像居膚的 好 因為壓力的關係 壓力形成 什麼壓力怎麼形成呢 我們剛剛講溫度 還有溫度 還有溫度 有溫度 沒有啦 溫度溫度 對 溫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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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是這樣 對 對 壓力 欸 你可以在 每個人標準不一樣嗎 你要怎麼樣 你要怎麼樣 為什麼我講一大根話言 你要降低數值嗎 我沒有這個意思啊 我可以自我降低嗎 溫度越高壓力越大對不對 溫度越高壓力越大 為什麼要降低啊 不知道我扣他一點 什麼東西啊 溫度越高壓力越大 不對或不對 不對錯 為什麼錯 因為熱脹很爽 他越脹他脹他就煩了 溫度越高濕度就不會 太好了 我們可以整個一下 欸你好煩喔 我們不可以學年 學年可以解釋得更清楚 今天是點出大方受 我可以解釋得更清楚 我可以解釋得更清楚 越糟越沒有了 因為你空氣就會越來越膨脹 然後他所可以負荷的水量就會更多 所以他的相對濕度就會降低 可是他在降低的時候 I'm sorry you are wrong 他絕對才有一定 我跟你講 相對很有用 對 溫度越高的時候 你可以承受了什麼 溫度越高 溫度越高的時候怎麼樣 可以溫度越高 都可以容到學年多高 他剛開始 對 這次大方受了 他講的有點難 絕對 是這樣的感規 濕度 濕度越高 壓力越大越小 越大 越大 來 我們剛才的溫度越高 壓力越小 對不對 濕度越高 壓力越高 壓力越高 越大 對不對 對 站成队的请举手 1 2 3 站成的请举手 没有举手请举手 我支持第一个 不举的举手 不举的请举手 这个为什么不举手 支持什么 支持什么 压力越大的有四跳 压力越大的 支持压力越小的有几票 一票 一票 不举的 谁让你挨在外面的 融圈哪一个 湿度越高压力越大 還是湿度越高压力越大 湿度越高压力越大 我已经知道了 我已经知道你说的 好 学练上解释一下 你解释法就给人家一点 我可以解释的 他不能挨 你哪个问题 废物 快点快点 诶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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真的嗎? 對 可憐 我剛才想問一下 因為其實空氣比水氣還要重 所以當水氣佔了越多的時候 是那一塊氣反而越輕 有同意嗎? 為什麼空氣比水還重? 解釋一下吧 看一下 螢幕的空氣 水流剛剛他說 是不是 螢幕的空氣還會來 大約是28點多 28點多 28點多 然後螢幕的水 螢幕的水 你為什麼要這樣寫字 他不選化學師 大家怎麼知道你是怎麼來的呢? 喔 你不選化學師 大家怎麼知道螢幕的水 螢幕的空氣到底怎麼來的呢? 不是,我是說他英文 是不是,我說我 他是 氮氣加氧氣 氮氣加氧氣 然後氮氣的 木耳數是28 氮氣32 木耳數 木耳 亮 什麼叫木耳亮 我不知道 總木耳數 分子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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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Mesh you good 然後他們是8比2 所以大約 所以大約根據 木耳 所以大約 根據比例 所以他大概是28.8克 然後 螢幕耳的水是 G2 螢幕耳的水的分子量是18 所以他有18克 所以空氣比水性 這樣容易嗎 但是氣體有個特性 氣體有個特性 會爆炸 氣體有個特性 是螢幕耳的氣體 他佔的體積是一樣的 不管什麼氣體 不管什麼氣體 螢幕耳的氫氣 氣也是22.4升 我想是標擬氣 零度性大氣壓的情況之下 螢幕耳的氫氣 22.4升 螢幕耳的氮氣 22.4升 螢幕耳的氧氣 22.4升 螢幕耳的氧氣 螢幕耳的水氣 22.4升 所以體積都一樣大 體積都一樣大 所以支持表力 你也可以加點對不對 這是PV等在哪裡 今天不是大動送嗎 我一定要凹一點 對啊 就支持表力的就加 好 過於我們的家 學年 等一下等一下 學年還有機會嗎 不要緊張 你真的是 每次都這樣 螢幕耳的氣體 螢幕耳的氣體 他佔的空間是一樣大 那我佔的 水的比例越高的時候 我佔的 事實上是水 氣體會一直排擠 所以我有氮氣跟氧氣在一起 在一大企業的情況下 事實上是 就是8.5的比例在裡面 那如果我夾了一些 水氣在裡面 有些空氣就被擠走了 那水氣加進去之後 它佔了這麼大的底肌 那水佔越多 是把很多空氣排擠 那水一末才18克 可是幾種那些空氣 一末有28.8克 所以每幾種一末的空間 我就少了10克 每幾種一末我就少了10克 是不是這樣子 所以這空氣中的水越多 越輕還是越重 越輕 壓力越大就越小 就越小 所以師傅越高壓力越小 就這樣來 OK 那這個是不是 也有影響到那個 那個 低氣壓力會容易下降 哪有錯啊 你看 趙洞中獎的 優秀 優秀 中獎的 優秀 中獎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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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看 我講到玉璽多重 中獎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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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7點 好感動 欸 中獎的 你很奇怪 說好的 中獎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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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反正結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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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 每次都追了 說好的 上次也這樣講 說 有機會 有機會 然後結果連半點都沒加到 然後結果其他人都加一塊 平均不能 我這個 我們把趙洞中獎的跟妳講 我空氣從太平過 如果這時候是夏天 你看夏天現在是四五月了對不對 陽光直射北半球 陽光直射北半球 陽光直射北半球的時候 空氣又從 太平洋過來 這時候 太平洋的 空氣被加熱 溫度高 壓力 加熱低 再加上它溫度 塞到那個水上面去 然後水會震發 濕度增加 壓力更低 壓力更低 壓力更低的時候 水 空氣就一直往上飄 一直往上飄 所以四面八方的空間 補進 補進來形成氣血 這種下禮拜會講 這就是 你講吧 這個我們準備好 讓你講 讓你加點好不好 隨便 新的就形成台風了 你直接看 滴壓 滴心壓東西 放棄這遊戲了 不要看棄 不要放棄 我已經積累多了 我不知道 星巴克多少 星巴克多少 一百 星巴克在抓一百塊 走到半圍 那我就可以 抓一百一耶 多謝